中秋過後 秋意越來越濃了 22號剛好是24節氣當中的秋分 太陽直射地球赤道 也是昼夜等長的一天 接下來昼短夜長 天氣變涼 而且可能又有颱風影響臺灣 目前在關島附近的熱帶性地氣 在今天的位置 就是目前距離大概 我們是2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但是就是未來是有發展成颱風的可能 預計形成颱風的時間 大概是今天到明天白天這一段時間 那如果它形成颱風的話 未來的路徑 有資料顯示可能會朝著 就是巴斯海峽 或者是臺灣東部海面的方向前進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一旦形成颱風 將會是臺灣今年第17號颱風煤跡 被視為權威的歐洲中期天氣預報 甚至還預估將會達到強颱風等級 氣象局也密切觀察它的發展 在它整個的海域還有整個的環境場 是有利於它發展的 不過現在目前它的結構還在重整中 之後它的整個的發展程度 還要在未來的幾個的關鍵期 都還是有待觀察的 是不是會形成比之前的強度 還要再強的話都是有待觀察的 氣象局表示 依照目前的路徑預測 影響臺灣的機會很大 預估最快在下週一26號開始 外圍環流將會替東半部帶來降雨 優點TV何淳輝 蔣宗玉 特別報導